我們希望這個地區聯紅可以成為我們基隆第一個都市更新成功 也是一個示範的一個典範 我們會把這些過去的這些經驗全部都用在我們聯紅社區上 很多部分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凝聚共識 街坊鄰居大家平常就可以來到我們這個都市更新駐點的工作站 我們希望這個祝典共識站大家來聊天來了解大家的權利重點 同意書一定要演大家一定要有同意書這才是最關鍵的所在 街龍市政府秘書長方定安曾經擔任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副局長 他根據過去在台北推動都更的成功經驗歸納了三個重點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區居民的共識是否能夠凝聚 更新的一些都更的機制都能夠用在我們聯紅社區 當然最重要就是大家社區的這些公司 這三個加著起來我想都更成功的機會自然就會提高 這裡機制民眾以及政府的努力都進來 建商才有機會他看到這些他才願意進來 如果前面三者都沒有的話我想建商他只有在旁邊等著看 他也不願意進來 所以也許他的利潤沒有像其他這個房價高的地方利潤那麼高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建商他只要不賠他在這邊是做一些公共利益的 我認為有些人他願意進來 那我們會盡量去算出一個合理的利潤 市府秘書長方定安也強調民眾關心的都更容積獎勵 市府也將積極向中央爭取協調 台北市海沙屋就可以直接用這個1.5倍或原農家三成這個概念 而且他是在外加在都市更新獎勵上 但是 容積率 對容積率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額外的一個獎勵 但是在基隆是沒有 然而我們基隆是不是可以訂 可以訂 可是呢我們在都市更新的一個容積 有一個天花板的這個上限 沒有辦法突破 這個是全國一致的問題 所以 上限是多少 上限我們在這個地方就是 兩倍 最多到兩倍 1.5到兩倍 每個地方不一樣 我們還要看當地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面對這些容積的上限 我們希望能夠來突破 這個突破就是未來我們要努力的 那我們也有可能朝都市計劃的變更的方式 把一些相關的一些努力 是在都市計劃來跟中央來一起合作 在地震頻傳的隱憂下 唯老都更的工作已經刻不容緩 期盼在政府的專業協力下 逐步整合在地的都更共識 來打造更安全移居的家園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